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 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因为女人感性 容易因为感情吃人不清 陷入爱情中的女人 容易被男人的花言巧语哄骗 对男人变得一厢情愿 不管男人做了任何事情 女人都可以为男人找到开脱的借口 尤其是恋爱经验少的女人 很难分辨男人喜欢自己 是出于真心 还是因为生理需求 其实看男人的表现就知道 如果男人只是在玩弄你的感情 他就少不了会有这四个表现 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一 对你只有廉价的追求 这里说的廉价 不仅仅是指他在追求你的时候 不愿意付出金钱 甚至连时间都不愿意付出 要知道一个男人对女人最上心的时候 就是追求阶段 如果一个男人连这个时候 都不愿意对你花心思 追你只是停留在发个无关痛痒的短信 说一些多喝点热水之类的关心 那么他对你的爱 未免也太廉价了 连追求阶段都不愿意对你花心思的男人 根本就没有跟你长久的打算 二 对你永远都是在忙 等到你们真的在一起了 你想见他一面都得提前预约 他永远都在忙 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男人 就算是很忙 等到事情忙完也会马上联系你 那些跟你说我在忙 等一下打给你 但是等到他忙完之后 却不会再联系你的人 根本只是在玩弄你的感情而已 当你跟一个人之间 这句话已经变成了托迟的时候 你就要重新审视你们之间的关系了 三 只愿意谈你们两人之小的恋爱 你是他的女朋友 也只有你和他知道而已 他从来不愿意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认识 也不会在社交圈公开你们的关系 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现在是恋爱的状态 一直对外宣称单身的状态 遇到这样的男人你就要当心了 他可能还在给别的女人留机会 还在惦记别的女人 你只是他的备胎而已 他从来没有把你的感情当真 四 不愿意带你见家长 见家长这件事情 恋爱中的男女都明白意味着什么 当一个男人只能你甜言蜜语 但是只要你提到见家长 或者对你们未来有什么计划的时候 他就会闪烁其词 顾左顾右而言他 就是不愿意把你带给家人看 也不愿意跟你去见家长 总是说再等等 我还没准备好 类似这样的话 说明这个男人根本没有计划 跟你有任何未来 跟你的感情也只是填补空窗期的 无聊和寂寞而已 希望你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男人 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男人不可靠